我们今天我要来连续 其实我们有一系列的一个讲题 叫做神儿子们的觉醒 也就是特别要讲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人 神透过救恩 是要给你跟我儿子的名分 但是许多的时候 我们不但要求救恩 大家清楚他的工作的目的 我们不晓得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也不晓得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什么 以至于我们在地上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是非常迷惘 而且不知道该怎么样子过 所以我们已经一系列都在讲这件事情 做神的儿子 有神儿子的名分 那我们有这个名分 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 所以我们真的要醒过来 明白这件事情 那我已经连续几次 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就是耶稣用来做比喻的 这个两个儿子 那我只是用这一个 主耶稣所给的比喻 今天特别要讲他的比喻的一个部分 我们用这个部分来发展几个主题 那各位 我主要是要讲的是主题 我不是在这边做解经 所以要先跟弟兄姐妹 跟朋友们有一些的解释清楚 所以呢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那这个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我只念前面的半段 前面的半段 但是呢因为可能有新的朋友刚进来 我还是念一下 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这边告诉我们第一节 第十一节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有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饥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磁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二十二节 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来到主的面前 阿爸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可以来读主你的话语 所当我们今天进前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你的恩典 我们带着可慕的心进前来 可慕听见主你的声音 恳求亲爱的圣灵 也就是真理的灵 可以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 引导我们众人进入那一切的真理 无论是说的 无论是听的 都在圣灵的光摩之下 光照我们里面的眼睛可以看见 打开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以至于我们整个人都可以回转 归到主你的面前 但是那一切拦住人来听见你声音的 我们同心合一在这个地方 要奉主耶稣的圣灵 命令他都要离开这个地方 释放你各地的百姓 与我们同在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来遇见你 听见你 看见你 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主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主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你宝贵的圣名 Amen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呢 是根据第二十二节 就是儿子呢 这个小儿子呢 回来的时候 他呢 来到他父亲的面前 他要回家的时候 相离甚远 父亲就跑来 抱着他 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那小儿子呢 跟他父亲 我今天要讲的是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转折 就是 这个小儿子对父亲说呢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然后呢 他讲说 我不配当你的儿子 他本来是说 我要当故宫 但是呢 没想到在二十二节的时候 其实这个父亲 因为他前面告诉我们 小儿子心里面在想 我整段要讲的话 其实他都先 在心里面 先彩排了一遍 先讲了一遍 他已经预备好了要讲 但是他在讲的时候 还没讲完的时候 父亲就打断他了 所以二十二节说 父亲呢 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 给他穿 所以他转过来跟仆人 交代了 三件事 第一个是 拿出 那 上好的袍子 就是把 不是任何一件 是那一件 就是有一件 特别 他不是只是一般的衣服 是上好的袍子 拿出来 穿在他的身上 第二个是 把戒指 戴在他的指头上 第三 把鞋 穿在他的脚上 就是你可以想象 他呢 因为小儿子 已经落魄到一个地步 他去放猪 连猪可以吃的 他都没有办法吃 也就是呢 他那个时候的身份地位 是比猪都还要低啊 猪可以有的 他没有办法有 他想要吃 却是没有给他的 那个时候 他才醒悟过来说 我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生命里面的 我们呢 其实都不会思想 也不会转向神 很多的时候 都是我们来到 人生的低谷 甚至比你想象的 低谷还要低的时候 我们想说 在猪圈里 谁没有事 要去放猪呢 去那边 去喂养照顾猪呢 甚至二到连猪 可以吃的 我都没有办法吃呢 我们不希望人们 要走到那样子的田地 走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步 他才要回转 但是许多人 没有办法 他就是要走他自己的道路 但是他回来的时候 他想好要回转的时候 这个回转呢 带给他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 所以他本来回来 他只是要当一个故宫 我上次我曾经前面讲 他是想要用他的努力来交换 他知道他不能再当儿子 他已经失去了儿子的名分 他想说我回来当一个故宫 我来换取口粮 但是你被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回来他都还没有道歉 还没有认错 虽然他心里面已经想好 他要讲什么 但是还没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父亲是跑向他的 我可以想象 这个小儿子回来是低头上气的 所以我想讲的是 他可能呢 为什么要放鞋子在脚上 因为他没有穿鞋啊 为什么要穿上上好的袍子呢 因为他可能穿得非常破烂的衣服 甚至可能都没有穿衣服回来 所以他是带着羞耻 带着懊悔回来的 我相信他甚至没有抬头挺胸 他是低着头慢慢走回来 但是有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是 他的父亲远远看见他的时候 就向他跑去啊 然后呢 在他还没有道歉的时候 在他都还没有任何表达的时候 他就抱着他的景象 接纳他 连连与他亲嘴 这是讲到说 父亲对我们 也就是这个父亲 也就是天父 对我们的一个看法 其实很多时候 根本不是因为我们认罪了 这个天父才接纳我们 其实是他先接纳我们 先爱了我们 我们才回转 但是这边有一个根本的不一样 是我今天 我绕了半天就是要讲这个主题 就是他本来是想要借着他的努力去换得 换得他可以生存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父亲的计划不是这样 父亲打断他 给他交代仆人 赶快地给他三件东西 三件物品 我会分三次来讲 今天讲第一个物品是 他说赶快把那上好的袍子 就是the finest 最好的上好的 也就是最好的那一个袍子 代表他的身份 来给他穿在他的身上 那下一次我讲到戒指 最后会讲到鞋子 这些都是跟一个人 恢复他儿子的名分呢 有最直接的一个关心 虽然在这个比喻里面 他并没有特别讲这是什么 但是呢 我拿这个来当做一个主题 当做一个引言 来看待 神儿子们觉醒 一些重要的一个关键 讲到穿衣服这件事情 我们就不得不呢 想到在旧约的时候 这边旧约里面 在创世纪就记载 亚当跟夏娃的时候 他们因为犯了罪 第一次发现 他自己是赤身肉体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在创世纪 创世纪这边说什么呢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 第六节 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然后跳到第二十一节 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 于是女人建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填起了凉风 耶和华 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因为我赤身肉体 我变藏了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 莫非你吃了 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各位请看我一下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亚当夏娃做了 神告诉他不要做的事情 就吃了 那分别上二树上的果子的时候 他眼睛明亮 他突然发现 他是赤身肉体的 也就是他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是赤身 没有穿衣服 所以他感觉到羞耻 这个衣服呢 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很多的时候 现在可能比较 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穿一个衣服 我们人穿衣服 常常是跟我们的身份 是有关系的 你看到一个人呢 他穿上警服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是警察 真的 我们会从一个人所穿的衣服 来认出这个人 他的身份 是不是呢 那个人穿的是军人的衣服 你知道他是打仗 但是在打仗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人 他穿的是 这个医生的衣服 或是上面一个十字 在头盔上 你知道他是来做医治的 他不是来打你的 他是来救你 所以不同的人 你看到邮差 我们在台湾这边 邮差有邮差的一个衣服 学生有学生的一个衣服 现在呢 可能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 可能你在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国家里面 可能这个民情 文化已经不同了 在以前的时候 你穿什么样的一个衣服 就代表你的身份 小的时候 我们去学校 一定穿学校的一个制服 人们远远一看就知道 你是一个学生 所以这个衣服 代表一个人 他的一个身份 但是你想想看 那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子 我们在外出的时候 其实呢 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可能只有穿着 非常舒适简便的这个内衣而已 就是穿的 就是不是出门在外的外衣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出门的时候 我们会穿一个外面的一个衣服 是可以出门 在家里 在卧室的时候 可能穿的非常的简便 穿着这个睡衣 都说不定 但是你没有穿好的时候 你出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 不恰当 你心里面会有感觉的 你就觉得说 哎呀 我穿的不对 所以 我不应该出去到这个地方 那你想想看 你没有穿对 或是穿的不够 你心里面都会有一些的障碍 我是说大部分人 可能有些人不会有障碍 我说不定 但是你想想看 你什么都没穿的时候 赤身肉体的时候 那是一个蛮强烈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我相信 一定有少数人例外 你不介意这件事情 但是绝大部分人 会非常非常的介意 我有没有穿 穿的够不够 穿的得不得体 适不适合 代表我的一个身份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发现他赤身肉体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说什么呢 他拿这个无花果树 他这边讲说呢 他就是穿的 他拿了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做裙子 我常常开玩笑 这个很多人讲到说到 夏威夷的时候 他们会穿这个草裙 这个可能就是直接是 从这个亚当夏娃这边 直接学来的 这就是直接传下来的 这些的功夫 他们一发现他赤身肉体 他就想要遮盖 要把自己盖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不要人家见到 他的羞耻 人犯了罪的时候 他第一个强烈的一个感受 就是他羞耻 而且神来的时候呢 他没有办法面见神 他要躲避神 但很多人呢 他不能接受神 并不是他不相信神的一个存在 许多的时候因为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呢 因为我所做的 或是我所行的 是让他没有办法去面见这个神 所以在创世纪记载非常好 当神来到园中的时候 亚当夏娃就跑去 常躲起来 因为他羞耻 最会带给一个人呢 强烈的一个羞耻感 他要想办法躲起来 但是怎么样子解决他的羞耻感呢 他一定要有所作为 他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 自己去编一个方式来遮盖它 那我不多说这边 这边有许多的讲究 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 往后面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第二十一节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这是神第一次记载 神给人穿衣服 是用皮给他的 那我们猜是用羊皮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啊 人是不吃这个肉的 所以他们都是吃树上的果子 所以他是素食 他没有在吃肉的 所以那时候没有动物牺牲 这一件事情的 那概念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有一些的解经学家 他就跟我们讲说 这是最早的就告诉我们 这边就是有一个隐喻 这边有一个预表 就是一个人的羞耻 因为罪而来的羞耻 要得着遮盖 是有一个无辜的动物 非常有可能是羔羊 的一个牺牲 流血 它的皮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遮盖 这是第一个最早的时候 的一个记载 人得着遮盖 或者是再讲一个直接一点 人被遮盖 甚至觉得是诚意 是有无辜的生命的牺牲 才遮盖起来的 当然这这边 他只是这样子简单的带过 那很多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对新约的一个认识 才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但是这次旧约 在新约的时候 他其实也讲到说 穿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第二十六节到第二十九节 那这边就没有投影 我来念给你听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 我们前面创世纪是旧约 我们现在讲到新约 各位 你一定要忍耐一下 你一定要忍耐一下 让我把这整个的概念解释给你 让你清楚明白 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六节 他说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 归入基督 都是披带基督了 我来再跟你讲一遍了 在加拉太书保罗这边在讲说 第三章二十六节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各位 你相信了吗 你受洗了吗 如果你已经受洗 归入基督的名下 你一定要清楚明白地知道 你 跟我是神的儿子 Amen 很多的时候 圣经有许多的教导 但是我们不大清楚 这边一点那边一点 然后带到到处都是 一直没有办法清楚明白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受洗 归入基督的名下 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都得着 儿子的名分 奉耶稣的名 一定要清楚地告诉你 你乃是神的儿子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 我们也不翻 他说 凡接待他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 全品做神的儿女 你有全品做神的儿女 因为我们相信了 所以当人们问说 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 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 你们因信 你们因信 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女 不是有可能是 或者是将来有一天是 或者是呢 有可能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选项 不是的 你受洗的时候呢 你就是神的儿子 让神的话清清楚楚地 进到你的心里面 进到你灵魂的深处 你清楚地要明白这件事情 你今天站立在神的面前 抬头挺胸 为什么呢 因为你跟我 凡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 都是神的儿子 阿们 然后到后面讲说什么呢 第27节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 披带基督了 英文是说 Put on Christ 或者是你要这样讲 穿上基督了 所以我想用路加福音 的第15章这边 父亲对仆人说 你赶快啊 你快点去把那上好的衣服 上好的袍子 给他拿来穿上 一个人 回转来到父亲的面前 一个人要恢复他儿子的名分 第一件事情 快速地 穿上那上好的袍子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 不是要来告诉你 怎么样穿着 乃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概念呢 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概念 不是出现一次 它出现好几次 等一下我们都会来看到 就是说呢 当我们得救的时候 你相信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或者是你受洗 他同样一件事情 圣经来讲 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你相信 你就受洗 他不是相信了 以后再受洗 都不是 他是一体两面的 相信的人 他就受洗 相信 信心一定有行动 Amen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也就是相信的时候 你就有一个全新的 一个身份 借着你所穿的 你所穿的 那上好的 给你一个全新的 一个身份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一件事情 我不是只是得救 我不下地狱 我可以得永生上天堂 而是现在 我知道 这个是一些真理的教导 但是呢 我们不能没有 真理的教导 你要知道说 你所相信的 到底是什么 你跟我 穿上基督 披上基督 这个基督 就是那被杀的羔羊 也就是在创世纪 第三章这边讲 耶和华神 用皮子 给他们穿上 这个牺牲的 神的羔羊 就是耶稣基督 让我们完全的 披上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呢 是这么样重要呢 因为它让我们清楚知道 我们有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 身份地位 这个新的身份 当你得救 信主的时候 你有一个全新的身份 就是 你是神的儿子 你说我没感觉 不是凭感觉 乃是神的话 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个全新的 identity 全新的身份 神儿子的身份 再来 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 是在以福所书 第四章 第十七节到 第二十四节 以福所书的第四章 第十七节到 第二十四节 这边这样说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 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 行事 他们心地 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 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上进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到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 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二十二节很重要 就要脱去你们 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心智 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 仁义和圣洁 所以这边讲一个概念 就是脱去 他说你要脱去这个救人 穿上这一个新人 一个是脱掉 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救人 这救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这是二十二节讲 脱去救人 二三节要告诉我们说 一个是脱去 他说第二十四节说 又要穿上新人 加拉太书是说 披上基督 二十四节说 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我这边要跟各位再解释 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我们得救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 就是神儿子的身份 你知道我已经重复好几次了 我不怕重复的 因为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个观念 你一定要让这个真理 深深的烙印在你的灵魂的里面 再来他告诉我们 以福所书在讲 这个身份的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你是一个新人 这个新人你可以讲说 是一个new man新人 或者是一个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 所以有分旧人 你有新人 就有分上旧人 所以这些都是保罗在讲 这是保罗用的一个比喻 跟圣经其他的地方用的 其实是一模一样 他的意思是说 第一个要脱掉旧的 因为你已经有新的 你穿上新的 那因为你是新人 所以要把旧的全部都把它淘汰掉 也就是说 那个儿子 小儿子回来的时候 他可能穿着破烂的衣衫 父亲叫他拿出上好的袍子 这个上好的袍子 不是穿在破烂的衣服的上面 很多的基督徒是两种穿在一起 外面是全新上好的袍子 里面是又臭又脏又破的 一个老的衣服 这是许多人的一个景象 如果你要一个图像的话 但是你等于 我们现在看以福所书 等下看加拉太书 都是一样的 他都在讲一件事情是 你要把旧的脱掉 这两个没有办法并存的 这两个绝对是没有办法相容的 是你要把旧的脱掉 穿上新的 为什么要穿上新的呢 因为他已经给我们一个 全新的一个身份 在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第十七节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背 这一段的经文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He is a new creation 成为基督徒 不是借着圣经的教导 把我原来的生命 把它改进 让他进化 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 我们不是拿基督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来教导自己 然后来有操练 或者是修行 要来improve 改进 使我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个不是基督教 基督的信仰是什么呢 你仔细听 他不是要让我成为一个 比较好的人 A better person 基督的信仰是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你一定要听清楚 是要使你跟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全新的 怎么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就是这位主 他把他自己生命给我 把旧的挪去 给我一个全新的 我再讲一遍 我们不是行为改造 道德改造 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人 这个是宗教 福音是说 他来 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 让我成为一个 New man 不是一个better man 是一个全新的新人 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所以很多人讲说 宗教都是一样 劝人向善 就是借着修行 借着操练 借着想办法改进 使自己成为一个慢慢 渐渐的成为一个好的一个人 不是 不是 他不是在讲这个 基督的福音是要讲一件事情 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所做的工作 等一下会看到 他把他自己给我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 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 怎么在基督里 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披带基督 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他是一个新的人 Amen 因为你是一个新的人 所以你要把 所有一切旧的 都把它给脱掉 我们再看一下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所以这边又是保罗所说的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 和贪婪 贪婪就与败偶像一样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 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 活着的时候 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 但现在你们要 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不要彼此说谎 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 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离的 未受割离的 化外人 息骨提人 为奴的自主的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个人之中 所以刚才前面第十节 第九到第十 你这边再看一下 他就告诉我们 第九说 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脱衣服 第十 再讲一遍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来各位 请你看我 这边保罗 一定要讲一件事情 我刚才在跟你讲 是神 是神 神用他儿子 自己的生命 成为我们的外袍 成为那上好的外袍 那个外袍是用来穿的 但是你穿之前 你要把旧的 给他脱掉 因为这个不相 他不能相容 他不能并存 你要把它脱掉 你一定要明白 这是神 透过他儿子 为我们做的 所以神看到 你跟我的时候 他不是看到 我这个人 黄国伦 他看到的是 我所披带的 耶稣基督 是他的儿子 所以我们所有受洗的人 都披带了他的儿子 所以就不能再分 这个人那个人 为奴的自主的 男的女的 这个被拣选的外邦人 犹太人外邦人 都不能分了 我不管你是 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我不管你讲 什么样的一个语言 你是哪一个族群 你皮肤是哪一个颜色 或者是你的政治立场 是哪一种 在基督里 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 在基督里 我们都唯一 都是在 都是披带了基督 神看我们 只有看到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今天不是一大堆的 我们在他里面 都是唯一 就是神的儿子 我一定要在表达 你是神的儿子 可能对很多人来讲 今天这个道 是有一点硬 但是呢 除非你看见明白了 你才会醒过来 这个是神 借着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做 这神儿子的名分 另外的用词叫做 新人 New man 或者是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也就是神不是把旧的 把它慢慢改变 进化成为新的 而是把旧的挪去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阿们 好 我不再讲这个 道理的部分了 今天跟你讲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刚才哥罗西书 他在讲 第八节 第八节 我稍微念给你听 他说你现在要 弃绝这一切的事 以及脑恨 愤怒 恶毒 毁胖 并口中 污秽的言语 其实呢 讲这么多 就是要讲一件事情 你要把旧的 把它放掉 你要接受 这全部新的 那旧的以前 我们都会的 我们都晓得 你知道这边 所列出来 种种的这些的问题呢 有一些呢 并不是那么样子 清楚道德上的事情 举个例子 恼恨 愤怒 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 他可能在 他的外表 他没有杀人 他也没有犯奸淫 或者是偷窃 但是他恼恨呢 他愤怒啊 所以你看到 有些你说 他只是脾气不好 或者是有些人 讲话诽谤 或者是呢 他有一些恶毒 或者是他有一些 嫉妒 你实在很难讲出 这个在道德上 你就是很难把它 指明说 这是什么样的 一个问题 但是都在 我们的里面 这边其实保罗要讲 这个都是旧人 那因为 无论在哥罗西 在以弗所 他都列出了 一系列 对不对 我今天呢 想要跟各位讲 就是说 在实行上面 这件事情 今天所教的真理 穿上那上好的 穿上那上好的 其实是可以实行 也可以操练 In fact 保罗是希望我们 要操练 怎么操练呢 我会跟你讲 所以你听一下 我是怎么样子做的 你要先清楚 旧人是什么 他这边讲说 有一大堆 如果一般的 在道德上的罪 那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但是呢 人呢 耶利米告诉我们说 人心呢 比万物都还要诡诈 这是我们人 很多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一些呢 你不一定可以指明 这是什么样 道德上的罪 但是呢 这一切呢 都是出于肉体的 好 怎么讲 你仔细听 我 那我们这个人 要做一个决定 如果神在我的右边 就是神借着圣灵 居住在我里面 在我的右边 我的身体在我的左边 那我中间是我 我在这里 我 当我转向我的身体 跟身体的 所有的欲望的时候 为了只是要去满足 他的时候 我这个人 就属肉体 属肉体呢 包括犯罪 但是不都是只有罪 属肉体 是有各式各样的情欲 可是当我 转向神的时候 神借着圣灵 居住在我里面的时候 我就属灵了 那关键就是在于 我 怎么样子转向 你听哦 人呢 被造的时候 是有身体的 或者是这边讲的 肢体 这个呢 人的身体 是有需要的 大概呢 就这三种 一种是什么呢 跟 吃是有关系的 跟你的食欲是有关的 这个是神所造的 是非常正常的 另外一种的需要呢 是 繁殖 就是 就是 传宗接代 也就是跟性 是有关的 这个也是神所造 是好的 另外一种身体呢 有一种需要就是 他需要 自我保护 或者是 self preservation 他要 他要 维护自己的生存 他自我生存 他要维护 自我生存的 一个能力 你知道人 出的问题 不是在食欲 性欲 跟自我保护 里面而已 这一些都是 神 创造人的时候 给人有这样子的 一个欲 有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需求 这个是正常 什么时候成为 不正常的呢 就是呢 当他超过的时候 你知道 吃呢 你不能讲说 吃是罪 它不是罪 我们人有需要 这很正常的事情 人有信誉 神造的 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人会自我保护 你遇到危险 当然要自我保护啊 否则呢 对不对 这都是神所造的 但是到什么时候 出问题呢 就是呢 我们放纵 他的时候 他本来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需求 你放纵他 也就是 吃是正常的 但是你烂吃的时候 他会造成 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 你有看过人 他除了吃以外 他基本上 活着只是为了吃 吃完这个吃那个 吃那个玩吃这个 我正在吃这个的时候 在想下面我要吃什么 他的人生 他的甚至最主要的focus 他的焦点 就是在于吃 那你知道一个人 吃的太超过 或是不吃的时候 他是会出事 所以 欲望神创造的 是好的 但是我们 没有节制 不知道怎么运用他 然后他 错误的发展的时候 他就变成 邪情 私欲 神创造的 都是好的 那魔鬼是把 帮助我们 把那好的 把它变成一个 绝对的 变成是唯一的 也就变成 你的所有一切的时候 所追求的时候 那个时候 造成我们极大的问题 一个正常的 一个性欲 是好的 可是当我的性欲 是泛滥的 到处都是的时候 跟谁都可以的时候 那就变成是 邪情私欲 甚至有一些人 整天就在想说 我跟这个完了 我要跟谁 他就一直在思想 这些事情 许多的 不是责怪的意思 我只是在指说 一个现象 许多的人 不只是年轻人 甚至有一定年纪的 你去问他 他所有所思想的 都是怎么样子 在发生性的关系 他跟原来的是 不够的 他总是要更多 更新 更好 他要一直不断 他没有办法 满足他的这个欲望 第三种 因为我现在是用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帮大家解释 你可以比较明白 第三种是 self preservation 自我防护 遇到危险的时候 人为自我保护 这件事情 这个是理所当然 但是你知道吗 当他错误的发展的时候 你任何觉得说 他讲的这句话 可能是攻击我 所以我为了要自我防护 我先攻击你 所以那种真净 那些斗殴 斗争 愤怒 常常都是因为 一个错误的 你知道人家可能 简单的讲一句 你就防卫心非常的重 然后强烈的愤怒 发泄在别人的身上 或者是你觉得 别人比你好 威胁到你的存在的时候 你就会去攻击他 真净 计较 或者是互相的相咬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大概都是跟 我们的身体的欲望 他错误的一个发展 他一个错误的一个使用 而变成了一个样子 对不起 我花这些时间来跟你解释 就是让你可以明白 这件事情 那你说那要怎么办 那要怎么办 各位这是每一天的一个操练 我常常在操练的时候 都是在做一件事情 那你可以 各位 很少人这样子跟你讲 我现在跟你讲的 这个操练的方式 是我自己在用 它不是绝对的 就是说只有这样才是对的 那因为我不讲我怎么用 很多人不明白 那我讲了怎么用 人家就认为 就说我又是太主观 在讲经历 各位那你没想过一件事情 我不讲人家怎么会知道 对不对 但是我一定要讲明白 这不是绝对的 这是我使用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每一天起来的时候 每一天起来的时候 各位你起来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穿一个衣服 早上起来会脱掉你的睡衣 穿上你要外出的衣服 对不对 我用这个来做一个比喻 让你可以明白一件事情 脱掉旧的 穿上新的 那个新的衣服 那个上好的衣服 请你穿上最好的衣服出来 那个衣服指的就是 耶稣基督 这是他所做的一个工作 他我穿上基督的时候 我有一个全新的身份 这个不是我用手 用我的努力去编织出来的草裙 我的身份不是我努力来的 真正可以遮盖我 我可以披戴的 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 神的羔羊 牺牲了生命 他的皮成为我的外衣 也就是披戴基督 那个是上好的 我每一天起来 当我在面见神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我要知道我是谁 你要重新再一次的对焦 我把旧的脱掉 这是一个祷告 甚至你可以有一个举动是 我把旧的脱掉 旧人跟旧衣都脱掉 我早上穿上新人 新衣 也就是披戴耶稣基督 我是神的儿子 阿们 那你说这怎么做的呢 这个是借着 每一天定睛在神的话语上 我今天给了很多的经文 就是要让你看见 神的话是这样讲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受洗进入基督 是披戴基督 加拉太书第三章那边讲 三章二十六节 这些都是根据神话语讲的 最后用加拉太书这边 第三章第一节这边讲 保罗也给我们实际的 操练的方式 各位 这个 你没有去操练的话 这个事情就是不会成 你光知道光明白 这个事情不会成就 你知道我都试着 想要让你明白 以前的时候我讲观念而已 那很多人听得懂 但是他不会做 有人连听都听不懂 更不要说做了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听得懂 而且做 这是简单到不行的一个道理 就是当父亲抱着那个小儿子的时候 交代他仆人 快快地给他穿上那上好的袍子 戴上戒子 穿上鞋子 这个呢 戒指跟鞋子之后再讲 今天讲的就是袍子 袍子是你的身份 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谁呢 是透过我每天定睛在神的话语 所以加拉太书 不是加拉太书 对不起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章第一节呢 我念给各位听 第一节说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三节 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基督是我的生命 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这边呢 第三节 第四节 是关键 我跟你解释 这个快要结束了 你再忍耐一下 第三节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怎么死了 是借着基督钉十字架 我与他同死 同钉了 福音是什么 是他为我做的 因为他为我做的 我相信的 所以我才会有行为 一切都是根据他做的 这个叫做福音 不是我自己去改造我自己 那个是宗教 那个是我自己的努力 我所编的无花果树的 这个树叶的裙子 草裙 你仔细听 你们已经死了 是他做的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在基督里的概念 就是藏在基督里 第四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加拿大书会告诉我们说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你会发现 圣经不断地在讲这件事情 我们已经死了 如今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因为这个样子 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他说要思念上面的事 也就是神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也就是身体的事 那是在第一章 第三章第一节讲 他说什么呢 再讲一遍 第一节说 你们呢 当求上面的事 或者是第二节说 思念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好 我要结束了 我每一天要做一个决定 你出门都有做一个决定 你要穿什么 对不对 请你每天出门的时候 你在穿衣服的时候 你要有意识地做一件事情 脱掉旧人 旧人 跟肉体都有关的 跟私欲 邪情 私欲是有关的 请你把它脱掉 我每天起来穿上新的衣服 而且是上好的 最好的 这个衣服呢 是神儿子自己 批带在我里面 它是用不同的说法 无论你是 批带基督 或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 我的身份 都是 我是 神的 儿子 我在工作 我在不同的场合 包括我来这边 讲到 我都会清楚地 思念上面的事情 什么事呢 我是 我是神的儿子 你在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 风暴跟困难里面的时候 我也在思念一件事情 我是神的儿子 如今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出来 祂的生命 在我里面 你面对家庭 你面对婚姻 你面对你的孩子 你都不要忘记 你是谁 它不是只是一个身份 它是有身份的实际是 耶稣基督的生命 真实地在我里面 从我里面活出来 这个需要 不断地操练 甚至我要讲 它不只是每一天 甚至你每每 一想到的时候 当你遇到困难 当你遇到挑战 当你失去平安 第一件事情 思念上面的事情 我已经死了 如今活着的是 基督的生命 在我里面活着 我是谁呢 我是神的儿子 当你穿上新人 上好的袍子 这也就是 神儿子们的觉醒 你知道你是谁 你是以神儿子的身份 在地上过每一天的生活 Amen 是神儿子的身份 是神儿子的身份